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刚刚在VCR当中看到的这则报导 是在台南县白河所发生的 这个帮派是火拼了 这结什么怨跟仇呢 而且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帮派的结构 听起来感觉上有那么一点点电影vanga的味道 但不知道曹新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因为可能也许大家对于这个地方上 不是这么的熟悉了解 这真的是vanga的电影看太多了 就是我们同这个白河这两个 其实龚家跟陈家 龚跟陈在地方上原本就是世仇 这个姓龚那个龚吉本 龚吉本对 龚吉本我们叫做麦子 他是日本语就是有点那种日本阿哥阿姨那样 那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打过这个陈家的一个大辈 因为陈家在当地上是有钱人 有开诊所啊开综合医院啊什么的 那也有参政那也开一些特殊行业 从那个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因为可能地域上地域上 地方上地域上问题啊 就曾经发生过冲突 那么我们讲这个龚吉本 就曾经修理过这个他们大辈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龚家跟陈家就结下了这样的一个世仇 但是有时候地方上的帮派是很奇怪 怎么说就是互相的利益会互相加募 就是说今天要钓牌 比如说他们有签六合彩或签职棒 资金的周转有时候还会掉来掉去 所以安营上一隅的contact到了下一辈 其实有一点点淡化 但是淡化当中又存在着这种 你们家家家的那种 就有那种有比较 那到这一带我们讲 到了这个我们讲这个吴永 这个吴永州 吴厦丛丛这个吴家洲这个 是龚家的小弟的 小孩子的小弟 不是直系的 但是他们算是他们的那一个 圈圈的人 跟这一个陈家呢 这个小的把他打掉那个 就是他们讲的是第二代 第二代里面呢 大概比较比大小 是你大胃还是我大胃 因为有人他们经营酒店 又搞这个迁图 互相之间有在较劲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吴家中呢 是他的小弟 等第三第四代 小弟的小弟 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陈家这个酒店 叫春天酒店 去当为世的小弟 结果可能不知道什么状况 被陈家的人修理 甚至以叫他罚战 羞辱他就好 结果回去就跟老大说 老大我被修理了 我怎么可以 你是我们拱家的人 怎么可以修理呢 就呛话 甚至在前几天发生 呛上之间的前几天 杀了一只狗 到他们家三狗血了 三狗血 什么就是抗示威嘛 你再差不多的 家庭要把你放火修掉 就警告意味很厚 警告意味很重 但是没想到 对方听到说 没收力是刚好而已 陈家的人认为 修理你是刚刚好而已 甚至到最后叫他来罚战 哇 这个不得了了 我已经跟你呛响了 你不给我面子 反而再这样 互相呛我来 结果他就带了四五个人 带了一把枪 就到了这个陈家 要去跟他理论 到底有什么问题 结果丁面打 登门踏户 到人家家里去 要跟人家理论 没想到 一言三言不合 啪打起来 没想到砰一枪 带了队的小弟 吴家之后呢 竟然一枪被打挂了 一枪从这里子弹 贯穿到新当去 就当场就挂掉了 那当然这个 开枪的人到底是谁 现在目前都不知道 但是对方 陈家里面又有一个小朋友呢 也有重担 那现在整个状况 我们讲整个是 地方上的派系 还不至于讲到 所有的黑帮 那咱们说 主要是角头 那么这些人都曾经 在地方上有选过 这个白河镇的镇长啦 你想要选议长啦 那也有当过议员 等等之类的 在地方上 政商已经合一 甚至于黑白都已经挂钩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黑白之间的到底 搞起为了什么样的利益 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 他为了第二代 想要强出头 互相看不顺眼 所造成的纠纷呢 目前警方还在了解当中 对 不过警方是不是 可能也必须要防范 就是说日后也许 他们可能还会有 更进一步的这个火拼 或者是报仇 复仇 因为可能是电影看太多了 真的有很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 而且像刚刚这个曹青讲的嘛 你有钱 有权 有势 在地方是一方之霸 哇 这个其实 光秦 你的了解是多少 这个警方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甚至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老国民党他们甚至利用 这个地方的势力 刚刚曹青讲的很清楚 这里面就是姓吴的 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在酒店 好像他自己觉得受到委屈 他就去找姓龚的 龚的就跑到四仇家 就姓程的 程咬进的程家 他们之间有一些恩怨 那就一并解决 结果姓龚的这个 他父亲是前这个地方的议员 然后姓程的 他爸爸是农会的理事长 这两股势力我们讲说 而且这个程家的这个 他们一度想要在升格前 要选这个镇长 后来没想到碰到这个升格 所以计划就告吹 他们就崇商 所以在这个势力范围里面 我们看到传统的那种装脚政治 派系甚至黑到漂白 那做了这个地方一霸之后 他们又可能借这个机会 又去再开其他的行业 那过去呢 在这个这样的例子很多 尤其是议长级的 我这边有一个表 就是总共这个从南到北 我数过 陶竹苗中张头云嘉南 他只有一个苗栗是没有的 其他的议长 他们都不约而同社会 不然就是杀石场的利益 职棒迁堵等等 都是这不亦而组的案子 他们是一方之霸 所以在那个派系上面 整个这样子网路一洒开 然后你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搞不好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提名 或是被其他党派提名 提名了之后呢 就是也要用他们的这个装脚势力 然后一个拉一个 甚至到以后大型的选举 要靠他们出容 甚至更大型的选举 在早期总统大选期 四大帮派全部出来 力挺他们心目中的这些候选人 所以这长期的 在台湾一个装脚政治的一个缩影 过去曾经有这个1993年 这个新新闻当时的报道 张化县所提名的 这个县长参选人谢世谷 当时是李登辉执政时期 是国民党正正当当 是中央提名的 他最后被迫退选 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受到这个 黑道的一个威胁 十大枪极要犯 对 十大枪极要犯之一 要他交出1200万 那1200万还是钱 他后来就是不断的 从一起跑 开始就接到恐吓电话威胁 就他太太后来精神 上受很大的折磨 晚上睡不着觉 干脆退选算了 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之前看到 在省议会还存在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事件 就是说有一个省议员 后来传言纷纷说 他带着家伙去寻仇 回到省议会 两个大袋子 里面都还有那种枪支碰撞的声音 有火力的 甚至还有鸡爪钉 就是说在某个时候 怕对方赶过来 鸡爪钉一散 先撒出去 然后那个场面是 后来大家都 他传言纷纷到这道上 我后来展转听了一些故事 就是说他去追查一个仇家 开很好的那个宾室车 结果后来对方被逼到 一个死巷子里面去 开枪掃射 掃射全部车子都是那种弹口 你知道吗 物质冲锋枪上射 对方没死 后来等他们走了以后 他从车里面爬出来 为什么 因为对方也有准备 他在他的那个车门 四边八方 他加了钢板 天哪 这简直像意大利黑帮电影 对 这次早期我们讲说 大概已经有 有至少20年左右 20年前的事情了 结果后来 这个事情后来没有爆开 是 变成相野其谈 为什么 因为他在地方够分量 然后呢 所有不管是记者 他的同事 都帮他暗砍 包括警戒的 就是都是公开的秘密 可是大家多少年传言 传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 哇 当时候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场面 你知道 后来也没事 那这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缩影 你说这个事情是第二代了 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这个 这种社会缩影的这种情况 跟政治有连结 跟这个什么地方势力什么 都没有停止 现在第二代他们衍生了一个 新的一个势力 你看虽然爆出来 大家觉得我们无聊啊 谈着这个小的案子 地方的案件 可是他一千年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台湾社会 这个数十年来 还是存在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现状 并没有改善 对啊 而且上一代是那样的一个结构 我到了下一代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脱离 对对对 实陈 我举两个例子 有一次现在明淡 那时候他还不是明淡 我好朋友嘛 跟我聊天 我就说 他说有一次他去某地方访问 他谈到枪的问题 那个地方明淡代表说 你说在台湾的某一个 对对对 他说你要看枪啊 他就来来来 抽屉一拉 什么枪也有 他就放在抽屉里面 吓一大跳 然后有一次 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那个我去采访这个选举的新闻 大概蛮多年前 大概十年有了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那个车队很喜欢跟人家打架 可是后来就到了新店去某个有帮派背景的那个候选人 好像有过来起冲突 后来他们要去打人家 后来先去二十几辆就被砸了 哦 因为后来后来后面又要去了发现哦不对 这个候选人背景不单纯 后来就不敢去 所以说怎么讲呢 所以说你去黑道之间这种选举的恩怨 或者是彼此的恩怨 都必比结实 而且台湾说老实话 这种枪支的泛滥是你难以想象 经常会找到那种自制的冲锋枪 还有那种国际金融的打母弹 你知道吗 打母弹就是那种钢铁穿得进去那种 都查得到 所以现在是很危险 所以我要奉劝小朋友 你如果一天到晚 开到电影看太多 你去寻熟啊 有时候是找死 找死你知道吗 我举两个例子 当然这没有死人 也是这个月发生的事情啊 十二名青少年 跑去找那个妙宫寻仇 对 寻仇 你知道后来妙宫把枪拿出来 吓了听不吓了 妙宫怎么会有枪啊 可是我跟你讲枪 枪台湾枪就这么犯因为有 疫情有的是自制的 有的改造的 改造的啊 改造随便 我们随便买个什么零件来 就可以改造 然后呢 就后来把那个十二个青少年 吓死的在里面 有年不敢出来 后来自己报警啊 报警再来抓 还有就是说三个喔 三个人带着大概土字首相去寻仇 去好像去类似花店的 后来卡蛋 那个花店也不简单 他开山道出来要砍啊 后来也是四处奔逃 我意思是说 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 吴敦因为陈契那时候走的时候 我觉得吴敦的时候讲一句话 我觉得我蛮 我觉得我蛮佩服 他说 因为以前黑道大哥走了 就是一些什么 什么潮心企业啊 什么孝城企业 东豪企业 就派了一群小朋友 然后穿了黑衣服 然后就一群人帝的去 啊啊啊啊 鞠躬那个 表示说我这个大哥 多么的这个 多么的这个受到敬重 可是吴敦讲一句话说 对不起我们这个 陈契走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 不要穿制服来 他解决这些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不要影响 这种社会风气 那不是一个英雄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不要看到 哇风光什么 看那种香港的 黑道店看太多 小弟拼久了以后 以后就变大哥 大哥最后一枪就死掉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去想象 黑道有多么风光的事情 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过去其实我们也看过 很多黑道火拼的事件 可是有多少 这个里面都是一些悲剧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听听 看笑诚的说法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